大家好 很快就到2018年了 又是時間跟大家看看2018年冒出年 各個生肖運程是怎樣的 無論怎樣都好 每一年12個生肖裡 僅有四個是犯太歲的 在國內甚至乎有些算命師 認為每一年12個生肖裡 是應該會有六個生肖是犯太歲的 其實這些都只不過各司各法 傳統上我們都只會用這個連枝 去配合這個神殺來推算生肖運程 我KIM今年特別額外用了一些附加的術數 去預測2018年各個生肖運程 不如現在我們就看看 你所屬的生肖運程是怎樣 屬馬的朋友 在2018年不論在金錢方面 或者感情方面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要小心投資方面 千萬不要以為得財容易 就有大壓感去投資下去 因為有機會因為技術上 或者是政治和社會因素 而導致你損手難腳 在2018年你會特別忙 也要小心你的身體 尤其是眼和心臟 感情方面千萬不要沉迷於聲色 以至造成一個複雜的男女關係 雖然整體上來說 其實屬馬的朋友 其實運程是不錯的 但是一件事一定要小心 我們中國人經常說一件事 是中庸之道的 你記得一件事 就是凡事一定有定力 因為一旦你失去定力 就會一連串的骨牌效應 令你一敗塗地 所以切記切記 最後阿Kym祝大家 在未來的2018年 從心靈的學習當中得到進化 感受到人心的充實和喜悅與平安